迪士尼的公主,玩具总动员的玩具,漫威英雄里的英雄 5月11日,上海迪士尼乐园重新对公众开放 成为疫情以来全球第一家恢复开放的迪士尼乐园 当天上午,记者在现场看到 入园及游乐项目的排队通道已被调整划上航线 协助游客之间保持安全距离 上海迪士尼乐园何时重新回归一直颇受关注 话题数次登上微博热搜 5月8日8时,门票在线上开设后 仅2秒第一单交易完成 三分钟后,重新开源首日 即5月11日的门票收清 早上6时,一有少量游客前来排队 不少游客笑着对记者说 自己的快乐又回来了 这一次过来,非常的激动 然后当自己预约上的时候 然后就感觉快乐又回来了 就非常开心啊,终于回家了 其实期待很久了是吗 是的,期待了很久了 综合考虑疫情防控 乐园重新开放,采取限流及预约等措施 保障游客和演职人员健康安全 目前,涉害迪士尼乐园每日的接待量 仅为最大承载量的20%左右 而童游玩区和室内剧场演出暂不开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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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